坏王妃 请坐 雀爷 怎么 王妃对这名字有什么看法 巧了 我有个妹妹名雀儿 喜雀的雀 有些人因为叫了个鸟名 自卑还来不及 雀爷倒是厉害 直接把这名字发扬光大 还硬是拔高了地位 让人尊称一声爷 雀爷的雀 是麻雀的雀 倒还不如喜雀呢 但人若自己看不起自己 那他就永远只能做个雀娘 你想问什么 我大哥的下人昨夜被人打了 大哥也被人掳走 我想知道是谁做的 能查的话 请报个价 我不要银子 我要一样东西 你给我 我就把你想要的告诉你 什么东西 你的秘密 你不是问起究竟是什么 让你发生了如此大的改变 你身上一定藏着秘密 我有一些浅薄的看法 或许跟雀爷的问题有关 雀爷之所以关心我为何有很大的变化 乃是因为你有相似的经历 你曾经或许是某个人的龙中雀 这个男人带你不好 让你吃尽了苦头和羞辱 你恨他 想办法脱离了他的掌控 表面上看 你是雀爷 是这雀楼的大管事 掌握着旁人求而不得的秘密 你的身份地位都提高了 可事实并不是这样 你内心有一种无法摆脱的无力感和痛苦 甚至是恐惧 即便你如今已经强大了 你却还是活在恐惧当中 你并没有完全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 所以看到我 你很好奇 你好奇我为什么和以前不一样了 我是不是真的从过去的泥沼中爬出来 如果是 那我是怎么爬出来的 这才是你真正想知道的吧 你以为很了解我吗 你以为知道我经历过什么吗 你以为就你很强大吗 你还不是要向我买消息 锦公子 有事吗 我就在外面 没事 安心 还不是靠男人仗着自己年轻漂亮勾搭男人 没出息 吓进 温姐很平静 甚至很温和 你一定知道 我是个大夫 大夫治病 也治心 因为有些病是从心里来的 你才有病 温姐笑着垂眸 从袖带里拿出一只小木匣 这是 我望着 你有痛经症 而且非常厉害 你躺卧的床榻旁边的墙都被你抓花了吧 那 这是乌鸡白凤丸 能调经止痛 对你大有弊意 但你的痛经症更多是源于心理层面 你的痛苦 源于你不接受自己是个女人 你潜意识中看不起女人 认为女人是软弱的 无能的 男人才是强大的 你给自己一个雀业代表男性的称谓 做着比很多男人更厉害的事 却不难改变自己每个月 回来月性的身体 所以 每当这个时候 你就特别痛苦 你陷入过去遭遇的戳谋当中 好像那个已经被你战胜的男人 就变得不肯战胜起来 你不怕死吗 我还没活够 你呢 别动 正在扎乳一寸 你就活不成了 想试试吗 你 你说你会医术 能医心 那你 能医我吗 却也别介意 我不想伤害你 只想自保 原本可以慢慢认识 等彼此建立信任之后 再说这么掏心窝子的话 但我时间紧迫 所以刚刚才下了重要 你说那叫重要 身体上的病 可以用药 心理上的痛 大夫所能做的 就是和你站在一起 帮你觉察 你没有觉察到的 捆缩你的东西 温锦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我不是要用你的药 来交换答案 我是用我的问题 来交换 等你明白自己的困境 走出自己的梦魇 你就不会再问我了 梦魇 他怎么 他怎么会知道 问到了吗 他开什么家 不贵 他需要一点时间